你希望能够,你输入了第一个,就是第一天,比如说每一年的第一天,假设2015,现在2015,今年的那个1月1号,那你希望能够快速的产生一整年的所有日期,然后最后呢,自动再加上礼拜六,礼拜天,不同的格式,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,不过最好的方案是,干脆就按个按钮,直接全部解决是最好的, 不过当然这个是阶段性的,如果你还什么都不知道,那怎么你就按部就班,那要怎么完成这件事,第一个,可能我们的顺序是这样,一,先把每个月的第一天全部产生,第二个的话呢,在我向下,向下的话就是把下一个储存格,那因为日期基本上就是数字,里面就是数字,所以你直接怎么样,把上一个日期, 再加多少,加1就好了嘛,对不对,加了1之后,那下一个日期,基本上就会下一天,对不对,可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,那我们要逐步把它解决,那首先第一个比较简单是,2月的第一天怎么做呢,其实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的什么,这个月的第一天,那当然最快的方法,用哪一个呢, 一 day,对不对,最快,ok,然后start day,相差几个月,一个月,按确定,因为你按确定,它自动会把格式也复制过来,好没有,ok,好,那其他的每一天呢,拖拉过来,ok,放开,不过呢,这是宽度嘛,对不对,所以你把这个范围,我习惯选取它, 然后在常用里面,让它自动,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整篮宽嘛,对不对,啊,调整篮宽,让它自动调整到适当的篮宽,这样就ok了,所以,1到12月的每一天,全部都出来了,ok,好,那接下来的话呢,我会希望,因为这样,这样的嘛,那你会想说,这样拉过去为什么呢, 因为向右拉的话,是向下是裂号增加,向下这个A2,2会变3嘛,前面也做,可是你向右拉的话,那个A会变成什么,会变成B,B会变成C哦,ok,所以这个观念要有的话,就很容易理解了,所以特别注意哦,所以为什么要锁定啊,向下,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,只要锁裂号就好,因为向下,它只会裂号增加,那如果这样, 将来你向右拉的时候,你不要让那个蓝号增加的话,啊,就是在蓝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,就是把它锁起来的意思,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有关大型式算表,向下向右,一次就可以做完了,那个怎么锁,我想后面还会再讲到,再来的话就是,把上个,这个这个储存格就等于什么,等于上面这个日期怎么样,再加一天就好了,就是A2加1嘛,对不对,按打勾,打勾之后的话呢,再向下填, 下向下填满到32,那1月份应,1月份没有问题,为什么,因为1月份刚好是31天,可是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,它应该也是抓2月,2月2号,2月3号一直往这边抓,对不对,那你把它抓过来,向右填满,但是会有几个问题发生,好,有没有,3月份的,它不应该出现,可是却出现了,所以你等下向右填满, 只要是没有31天的,都会有这个问题,所以怎么办呢,几个简单的方法,你想说,老师,那怎么办最快呢,有没有什么方式呢,可以让它消失,那可能有的同学,最快的方法就是选举大家的指令车,对不对,那当然就不用交了嘛,就直接,可是问题你叫不要一直按指令车,那不是最好的方法,而且有很多地方, 可能都要这样做,你就要变成手动去delete,所以我们是希望,用向下填满,向右填满的时候呢,它不要出现,那如果不要出现的话,这个时候你必须做逻辑判断,什么逻辑判断,就是说当它那个储存格向下填满的时候,它要比较跟它的上一个储存格,如果它们的month,它们的月份不同的话,那就不要出现任何东西, 就是给空置串,两个双以后,那反施的话呢,那就产生我需要的A2加1就好了,可是公司要如何下呢,这个要回到原点,A2加1这里,那首先的话呢,我们就是要把这个A2加1先减下,先插入一个逻辑判断,什么逻辑判断呢, 一样,回到逻辑函数,if,if什么呢,这个时候的话,因为我这个储存格是即将要产生的,那个下一个日期,还没产生哦,所以呢,if什么呢,month,瓜糊,这个month自己打好了,不然你要再用超乎函数,那个我觉得反而不方便,month,这个month里面的,跟上一个就A2,对不对, 然后,相比较,如果不等于的话,我的逻辑是不等于,那你也可以用等于啦,只是说那个最后的触碰是颠倒而已,我习惯用不等于,不等于什么呢,month,瓜糊,A2加1,其实这个也是自己打也可以啦,也就是说呢,这个是它原来的上面的日期,跟A2加1即将产生的日期, 如果不相同的话,那怎么办呢,不相同就是没有东西,反之呢,就是A2加1嘛,就是照原来的状况,你该怎么产生,你就怎么产生,这应该可以理解嘛,OK,好,按一个确定,那当然呢,他们上下都一样了,那当然就产生,这个应该没问题,拉过来的话呢,3月1号应该不见,不过呢,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发生, 什么,因为你慢时,然后你结果你给他一个空的,那当然他会跟你抗议啊,说,哎,你没有给我东西啊,那个东西在Essale里面就是value啦,你没有给我持啊,那你要教着如何判断,所以他会回来给你一个value上面的那个错误讯息,OK,那可是呢,一般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再排除掉,如果,那可能哦,在第二层,如果发生逻辑上的错误的话, 那我还是把它过滤掉,那过滤掉一样是双引号给他就好了,所以这一题变成说逻辑里面的再逻辑,那可是逻辑里面再逻辑,你想说那这一串怎么办,我的习惯是这样啊,再剪下来,反正呢,以后你要做很长的东西,你就给它剪下来,然后再加,再一直进去就对了,那插入那个逻辑判断啊,其实里面的话呢,要不就是用什么,用那个,之前是用 叫做is isl,i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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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了,这边有isl,你可以看到,isl这边有个value错误,那isl,这边有个value错误,也就是说,如果说你用这两个啦,其实都可以判断出来,这个value错误,另外还有一个,不过我发现,这个跟这个,还颇麻烦,为什么,它外面还要再包一个if, 才可以使用,所以后来我发现,在好像是新的版本,我发现旧的版本是没有,在逻辑里面,有一个这个if,ifl,这个就好了,因为呢,ifl,跟那个if,isl,用起来好像是一样的道理,而且反而更简化了,所以呢,我推荐各位用这一个啦,它这个ifl,就等同什么,以前你用if,然后isl,这样的做法, 那我们来试,按确定之后的话,它会跟我要什么呢,要一个value,什么value呢,就是你要判断的,刚刚的东西,啊什么东西,就是我们刚刚剪下来的东西,不包含等号的那个公式,一大串有没有,刚刚这一串有没有,你就直接怎么样呢,我刚刚是把它剪下,特别重要,不要剪到等号,就刚刚这一串,你把它这样,贴到这个里面来,然后呢,如果,它的意思就是说,如果这个value, 里面有判断出有那个value错或其他的错的话,那你要做什么,所以底下会跟你讲说,value ifl的话,那你要做什么呢,空置串,那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反之你要做什么,对不对,可是它其实很聪明,它知道,那反之你就是做原来的事情就好,所以它帮你什么,省略掉了,所以其实基本上,我觉得ifl,还蛮,算蛮简单的,它已经把这个 逻辑上错误的这个部分的判断,简化许多,应该懂那个意思吧,所以做完之后,就变这样而已,按确定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我们先判断mance,再判断错误,所以向下填满,OK,向右填满看看,基本上这个就不见了,有没有,再来就向右填满,全部就一气呵成,OK,所以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,也就是以后,像常常会问说, 老师那可不可以做很多步骤,当然也是可以,可是毕竟,这个做,在那个资料编辑列里面做,毕竟不是非常人性化,因为你变成你要分阶段,所以我的习惯是,先判断第一个,再剪下贴上,再去判断第二次,如果还有,那再判断没关系,它其实可以判断非常多的次数,OK,那这个公式呢,我也有最后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,所以如果各位 各位要参考的话,可以到那个云端上面,这边有,我最后做完,啊,有方法一,还有方法二,请,方法二,还有方法三,基本上我做了三种方法,第三种是最后那个,原来是这个啦,if is air,你会发现,两个其实逻辑是一样的,可是呢,if is air,要包很多个啦,一重一重的,因为我觉得if,if air,好像就可以搞到, 要搞定很多了,那等一下的话呢,再利用什么,week day,做什么,格式化,比如说礼拜六,礼拜天,不同颜色,那再来就VBA了,OK,大概是这样,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一下,所以第一件是特别主要,是e-day,e-day,就先,第一个先产生,每个月的第一天,先第一个先产生,每个月的第一天,用e-day函数,那再来就是, A2加1,然后再来就是,判断是不是,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月,如果同一个月份的话,就出现,不是同一个月份的话,就给空置串,OK,然后再来就是,利用那个if air,因为我有方法1,2,3,所以各位可以自己,try一下了,